小伙 刚才看短片里你说你理解我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理解我的 这个吧 我感觉 你看我《长人传》的时候吧 有点丑觉 但是我感觉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我感觉你看你平时吧 有人给你灭灯啊之类的 然后说你穿的不好 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的 我觉得你应该下了台吧 就应该不会是这样了 平时当中吧 不可能是这样 因为我感觉 所有的人都有内心最柔弱的一面 也都有一面 说你是外向一点 但我估计你也有那种温柔的一面 像我这样 我自黑 我感觉我挺高兴的 台上大家 所有人都开起乐呵了 我也就乐呵了 我觉得我面试 报名的时候 我就已经肯定自己相信自己了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正在点燃我自己 而且我就站在这儿找那个人 他会帮助我来超越我自己 所以我不怕灭灭灯 每一次灭灯我都觉得自己是正在闪耀着的 而且就是说越多有人不喜欢我 我越不会为了迎合他们而改变我自己 所以说 所以说你很坚强吧 一个女孩我感觉 如果是在座的十六位美女也好 这样总被人灭灯的话 内心说嘴上说吧 可能说我一点不介意灭就灭呗 但是心里边还是会有一点 有一点点的难过 我觉得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虚伙孜 多 interaction 谢谢大家